我出门接财神 被一辆麦巴赫撞断了腿 对方甩给我66万支票死了 我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 阿巴阿巴 总裁以为我撞坏了脑子 愧疚的又甩给我500万支票 嘎 我幸福的晕了 咿 闺蜜夜观天象 说我赢财神这天会有一笔横财 挡都挡不住的那种 我一听就乐了 忙问他要用什么姿势才能接住财神也 他悄悄告诉我 今晚七点 二接口老王麻辣烫 暗号加麻加辣 到时候自会有神秘人指引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高人总是以意料不到的方式 出现在最朴素的地方 天要望望 于是我裹紧我的小棉袄 骑着小电驴准备泄后财神也 刚骑到二街口拐弯处 我看到不远处的广场 许多人都在对着新年树许愿 我也凑个热闹 停下车在心里默念 希望我能报复报美 不劳而获 无功受禄 坐享骑程 一步登天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我刚要睁眼 巨大的冲击感袭来 啊 二 妈妈 我学会飞了 左手边老王麻辣烫的牌子 从眼前缓慢地划过 然后 啪击一声 我摔在了地上 靠 痛死了 胳膊好麻 膝盖火辣辣的疼 眼前有些模糊 身体好像也不能动了 不行 我不能嘎 我还没报复发行财呢 朦胧间 我看到远处车上 匆匆走下了一个男人 比男人更有魅力的是 这炫酷的车型 哇塞 这车好帅呀 我要是嘎了 一定托梦给闺蜜 让她给我烧一辆 我辨认着车标 以便给她托梦 车头上好像有两个M 这是 麦巴赫 得 我闺蜜下辈子都买不起 我发了个白眼 晕了 背下晕的 三 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话 睁开眼 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 这房子太敞亮太高级了 闪下我的土狗眼 请问这是天堂吗 这辈子好是坐近 来是卫猎先般 天堂 突然有人说话 我这才发现我病床边坐了男人 哇 这一身鼻挺的西服 宽肩窄腰 俊朗的侧脸 帅得我喷鼻血 天堂的美男 能认我肆意妄为吗 牡丹响开了 帅哥愣证一瞬 直直我的鼻子 我感觉鼻子热热的 靠 真流鼻血了 安招招 你真是一点事都藏不住啊 我唾骂自己 一群人围上来给我检查 看不出个所以然 随后帅哥递给我一张名片 傅眼川 傅氏集团总裁 他双腿交叠 抬手看了一眼表 举手投足间透露出贵气 很抱歉 今天这场事故的责任在我 我不想闹得太麻烦 私了行吗 他声音低沉 看似商量 却带着不容智慧的强硬 原来我命大 被撞飞后掉在了路边的雪堆里 幸好前一天下了场大雪 雪后 垫了一下 我只断了条腿 小部分擦伤 到头来我还在苦逼的人间 当穷光蛋啊 我一下怒了 私了 我小命都差点没了 我缺你那点臭钱 千万 爷 拿着支票的时候有些颤抖 整整66万 我为我刚才的无知道歉 我背惊得半天没说话 妈妈 我真的遇到财神爷了 四 我颤抖的指着支票 激动的说不出话 啊啊啊 这真的是给我的吗 苦逼打工狗 哪里见过这么多钱 要不是我腿坏了 高低爬起来给他磕一个 我手舞足蹈 想感谢他 半天说不出话 激动的泪水从嘴角流下 啊吧啊吧 傅眼川皱了皱眉 对一旁的医生低声道 他该不会脑子也撞坏了吧 哇 你才脑子撞坏了 怎么还骂人呢 算了 看在66万的风上 随你怎么说 结合那会儿的情况看 是有这个可能的 还要进一步观察 医生推了推眼镜说道 这时傅眼川的电话响了 他看了一眼 眉头好像能夹死苍蝇 祖宗十八代 这种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男人 当然不想陪我耗在病房 他又拿出他的马良审笔 在支票上刷刷挥动几笔 然后递给我 我不想节外生枝 五百万 我们两亲 整整五百万 这是什么天籁之音 我的眼睛动发出X光 傅眼川整个人都高大了起来 我从没有一刻这么留恋人间 原来当人也能这么幸福 嘎 我幸福的晕了过去 五 我再次醒来时 病房里没有一个人 我激动的给闺蜜打电话 省了 省了 我真的遇到财神爷了 哈 我还没给你发麻辣烫钱 你发什么财了 发疯了 对了 别忘了加麻加辣 嗯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但我已经被冲昏头脑 我把前因后果告诉闺蜜 她听到我住院了 痛哭流涕 差点从手机里爬出来 说要来一把使一把尿伺候我 当知道我没事 又听到66万 她沉默了 把这回介绍给我吧 我这两条腿说 也想和麦巴赫亲密接触一下 她听到五百万时 直接疯了 闺蜜差点把后槽牙咬碎 你发财了 比我丢钱还难过 我不信 多亏你的指点 你可真是大好人 我这刀子嘴斗抚心的闺蜜呀 此时门口传了脚步声 我急忙挂断电话 傅眼川走了进来 我睁大眼睛 用无辜且愚蠢的眼神看她 出演一个合格的傻子 我需要一个脑子不太灵光 且听话的人陪我演场戏 事成之后 酬劳翻倍 能做到吗 翻倍 一千万 我做梦都不敢做这么大的 我是脑瘫 没有思想 你让我往东 我毫不犹豫 向东冲出二里地 六 傅眼川俐落地甩给我支票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短短一天 我已经成为 身家1566万的女人了 她在我心中 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谁懂啊 男人钱财替人办事 我必当尽心尽力 上刀山下油锅 我都不带眨眼的 傅眼川要求我 假扮她的女朋友 陪她回家见父母 躲避家里的乡亲 说着她望向窗外 低垂的眉眼里 藏着无尽的心事 我懂了 这又是一个 等待白瑞光回国的痴情霸总 这我熟呀 我看过的霸总小说 比她用过的擦屁股纸还多 我拍着胸脱保证 傅总 你放心 你的身体我来守护 我绝不会让其他女人 有可乘之机 谁敢觊觎我的财神爷 我跟谁急 傅眼川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你想护 但你先别护 这不在你的业务范围内 我有保镖 干好你分内的事 我一时无语 记住我们之间 只有金钱关系 不会有感情纠葛 她义正词严地 与我划清界限 感情 哈哈您放心 我从小就是个 冷血没有感情的人 笑死 我都是千万富婆了 还要什么感情 以后出去玩 我眼睛都不眨点八个小哥哥 直走肾不走心 区区一个 我才不在乎 我将手握拳举过头顶 铿锵有力的启示 比我拿家照还诚恳 我用我以后 每任男朋友的头发发誓 我绝对不会动感情 动了他们都遍地中海 傅眼川嘴角抽动 倒也不必这么诚恳 气 在确认我身体 没有其他问题后 傅眼川带我回家 傅眼川妈妈安排 傅眼川和苏家小姐相亲 其实这都是走个过场 商业联姻 感情什么的都不重要 但听说苏晴是个恋爱脑 是苏家的掌上明珠 只要苏晴不同意 这场婚事就有转机 做戏做全套 就连下车 都是傅眼川抱我下来的 他把我的手搭在他的脖子上 我刚想抽手 就被他按住 别动 要是被人发现破绽 就扣钱 远处站了几个人 看向我们二人 扣钱 这不蠢蠢要我命吗 我死死搂住傅眼川的脖子 刚走了几步 他发出气音 松手 我一脸问号 爸总是不是都这么变化无常 我抬头一看 好家伙 他的脸都涨成了猪肝色 在他要被过气的前一秒 我松了松手 把我勒死 你也 他话没说完 就被我捂住嘴 傅眼川的妈妈走过来 一脸不屑地看着怀里的我 这不是有轮意吗 让他自己推着走 眼川 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怀里抱 傅夫人冷吃一声 对我的态度很恶劣 果然每个爸总都有一个 阻挠自己和白月光在一起的妈妈 但我一点也不带怕 我本就是要来 把这一摊谁搅混 爸 我脚柔造作的 把脸埋在傅眼川的胸口蹭蹭 我就是猫阿 我是哥哥的小花猫 我是狗 我是哥哥的大田狗呢 哦 要不是为钱 我断然说不出这么恶心的话 说完 我还给了傅夫人一个wink 傅夫人怒目原睁 气得她差点抽过去 你 你个狐狸精 我笑颜如花 用魔法打败魔法 谢谢妈妈夸我有魅力 爱你 么么哒 傅夫人恶心得的隔夜饭 都要吐出来了 说道 别叫我妈 我是不会承认你的身份的 无所谓 我有哥哥就好 哥哥抱着腿就不痛了呢 好 我抱着 傅眼川笑笑 捣搂得更紧 无视傅夫人 大步向前走去 留下她一人在原地跳脚 爸 怎么样 怎么样 我邀功式的问傅眼川 很好 保持你的战斗力 傅眼川把我放在沙发上 一个雍龙滑跪的老太太走过来 拉住我的手左看右看 露出欣慰的眼神 是敌是友 我一眼就能看清 傅眼川向我点头示意后 便被叫走 我热情的问候 哄得傅奶奶心花怒放 她挥了挥手 管家递过来一个红本本 孙媳妇 这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 我推辞着 毕竟傅眼川也没说有隐藏收入啊 傅奶奶执意要把房本递给我 我勉为其难 推三阻四的收下 打开一看 差点给我吓晕 试试中心三百平的大别墅 平时我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骑着小电驴都得加速 生怕刺伤我贫穷的双眼 傻家庭啊 出手就是一套大别墅 这房产证都让我感觉烫手 正当我还沉浸在震惊中时 傅夫人冷笑一声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随随便便一套房子 就开心成这个样子 和琴琴相比 差远了 你懂什么 这可是几个亿呀 没有梦想的人 太可怜了 连这种一夜暴富的惊喜 都体会不到 我在心里暗自愧叹 我见里见气道 啊 对对对 琴琴好 但您儿子不喜欢啊 就喜欢我这种粗俗的人 看您这么厉害 那请把房产证 狠狠甩在我的脸上 让我见见世面 傅奶奶在一旁坐着 碾动佛珠 随随便便 看样子 你有更好的见面礼 给我孙媳妇了 傅奶奶声音虽然苍老 但中气十足 她是个孙子控 才不管什么商业联姻 她这一辈子 什么大风大落没见过 到头来平平淡淡才是真 她要孙子快乐 和爱的人幸福一辈子 傅夫人吃饼后一声不吭 她没想到 傅奶奶会帮着我说话 她不敢反驳 周围人都等着傅夫人表态 她露出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 当 当然 傅夫人含泪 拿出一套翡翠首饰 那水头和色泽 一眼就不是俗物 她痛心疾首地递给我 我要拿 她不放手 被我硬生生夺过来 小心点 别把我的宝贝摔坏 这不是你的宝贝了 成我的小宝贝了 我得意地把首饰盒搂在怀里 傅夫人 我看她小嘴别的都快要哭了 从豪门贵妇 变成失去挚爱的小可怜 傅眼川站在楼梯口 不知道看了多久 她刚要过来牵我的手 却被拖如其来的声音打断 眼川哥哥 咻 苏晴从门口走进来 瞄准傅眼川 直冲冲走过来 跟定位导弹似的 然而傅眼川不干人事 向左一闪 苏晴直接扑到了我身上 我们俩抱了个满怀 傅眼川拖了下我的后背 轮椅才没有被撞到 这么一个大美人扑到我怀里 真让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美女 别这样 太热情了 苏晴起身要拉傅眼川的手 傅眼川急忙递给我一个眼神 到我出手了 我转动轮椅 挡在她身前 拽住她的手 你好 我是傅眼川的女朋友 怎么可能 眼川哥哥说好要后联姻的 苏晴不可置信的 看着傅眼川牵住我的手 不好意思 我们的联姻要作废了 我有女朋友了 傅眼川的声音冷冰冰的 不带一丝感情 是你勾引她的 对不对 不 是她死皮赖脸 爱我爱的死去活来 恨不得当我的狗 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开始发疯文学 傅眼川一脸问号 我不信 你胡说 她急眼了 我不信你不信 你就是极度傅眼川能当我的狗 给你个机会 你也来当我的狗 就信了 苏晴 她仰起胳膊 巴掌狠狠落下 傅眼川眼急手快 抓住她的手 苏晴被她推得后退几步 滚 苏晴眼角含泪 冲进傅夫人怀里诉苦 傅夫人气势汹汹的数落着我 傅眼川捂住我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 她走到傅眼川面前 完全没有了那时的气氛 看来是改变策略了 她刚要叫傅眼川就被我打断 Gay gay 我叫的那叫一个百转千回 荡气回肠 哥哥 我头好晕啊 你带我去休息吧 傅眼川把我打横抱起 转了个圈 一脚踹的苏晴后退几步 她都猛了 我女朋友腿太长了 抱歉 顶着苏晴痴人的目光 傅眼川头都不回 抱着我走远 10 苏家和傅家本就是失交 关系密切 苏晴为了挽回傅眼川的心 索性直接在傅家住下了 她的房间被安排在了傅眼川的隔壁 我作为她的女朋友 自然和她住一间屋子 傅眼川早早就洗完澡 躺在床上拿平板处理公物 怪不得这么多人往她身上扑 因为她烧啊 睡衣都是大V领 那好身材让人嘶哈嘶哈的 她端起水杯喝水 捕捉到我好奇的视线 她一口水咳了出来 喉结滚动 水顺着胸膛流到我看不到的地方 我看呆了 不自觉说出经典台词 你好烧啊 傅眼川 看得出她很震惊 有种黄花大闺女被调戏的羞怯感 我意识到我居然对财神爷 说了这番无礼的话 对 对不 话没说完 她突然扑了过来 不是吧 她该不会是恼羞成怒 要暗杀我吧 傅眼川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我头顶 我的心开始乱跳 我刚要出生 她把食指抵在我的嘴唇 门口的缝隙隐隐约约 透出一个黑影 原来是有人听抢脚 我就给她一个你放心的眼神 叫嘛 我熟 我打开手机 放出提前找好的视频 不可言说的声音 充斥着整个房间 我向傅眼川挑了挑眉 她的眼神有些躲闪 耳根发红 说内心毫无波澜是假 毕竟我又不常看这玩意 我强装镇定 你们不知休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苏晴愤怒的拍打着门 我把声音调得更高 好好听吧 苏晴 没过多久 苏晴走了 脚步声能把地板踩碎 我准备功课做得足吧 她的念想 我 她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我为了不被服了面子 说道 你放心 我有经验 这样效果更炸裂 正说着 门口又出现了个黑影 十一 我继续播放视频 这次是窃喜的笑声 没过多久又来一个 三杨开态 这声音整整放了一个小时 我人都妈了 傅眼川脸黑了个彻底 她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看得我发怵 我试探着问 你该不会是想要资源吧 她难道是怪我有此等好东西 不分享给她吧 傅眼川 我抱着赤诚的分享欲凑过去 我还有好多种类型呢 低价分享给你 不要998 不要888 只要688 闭嘴 别让我说第二遍 她恼怒的背过身 她一定是因为知识匮乏 所以自卑了 由于声音的影响 我做了一个晚上难以言喻的梦 第二天饭桌上 我们四个人八个黑眼圈 一个比一个重 傅夫人和苏晴的怨气 都能供养十个邪见线了 傅奶奶含蓄的 劝傅眼川年轻人 要懂得节制 傅眼川脸都绿了 她射死也不忘拖我下水 是招招太磨人了 我们以后会注意 是不是啊 她捏了捏我的脸 皮笑若不笑的神情 让我打了个寒颤 是的呢 我害羞的用小拳拳捶她胸口 她被我打得 差点一口气没出上来 苏晴暴力的切着盘子里的牛排 仿佛那是我的肉 傅夫人让我别以为春风一度 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有了孩子 也不会承认我的地位 我本来就不爱当凤凰呀 我是百灵鸟啊 我就是不接话茶子 和她装疯卖傻 心在跳 是爱情如烈火 你在笑 疯狂的人是我 没等我唱几句 她就捂着耳朵跑了 哎 别走啊 我唱歌又不问你要门票费 望着傅夫人仓皇的背影 果然没有人不被我的嗓音折服 十二 苏晴把我堵在墙角 说我不知羞耻 她警告我离父眼川远一点 眼川哥哥对你只是一时兴起 识相的话趁早走人 我认真地点点头 笑死 那岂只是一时兴起 也一秒都没有 我告诉你 傅家是不会承认你的 嗯 不光傅家 连傅眼川本人都不会承认 不论她说什么 我都点头回应 说的她都要着急上火了 我还是一脸云淡风轻 她便把重心转向了傅眼川 她死皮赖脸的缠着傅眼川 不惜追她到公司 傅眼川被烦得不行 直接开出条件 若是我能在一个星期内 让苏晴放弃纠缠 就在给我五百万 我一听眼睛都亮了 就算是让苏晴喜欢上我 我也得得到这五百万 十三 傅夫人直接摆足架势 一眼就认定我是个贪慕虚荣 爱钱如命的女人 我一拍桌子 我还真是 很久没有这么懂我的人了 之前的老板一直给我洗脑 说我是个淡泊名利 是金钱如粪土的人 我真想把她脑袋塞巴桶里 粪给她 钱给我 傅夫人开门见山 给我一千万 让我离开傅眼川 来了来了 豪门经典发财明场面 让我赶上了 我故作难过 推诿道 傅夫人 你怎么能这样 我是真心爱眼川的 一千五百万 傅夫人 好啊 我就知道你是见钱眼开的女人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爱我儿子的 她把咖啡杯重重的放在桌子上 咖啡叶溅了出来 没错 老灯 我告诉你 我要是嫁进傅家 我就把傅家搅个鸡犬不明 我让你们都不好过 而且我打婆婆可有一套呢 傅夫人虎去一阵 咬着后槽牙 行吧 一千五百万就一千五百万 三千万 傅夫人直接站了起来 她居高临下指着我的鼻子 你别不识好歹 我呀 我到时候和眼川就生一孩子 我让孩子跟我姓 让傅家绝后 叫和你打麻将老赢你的王太太奶奶 气死你 她捂着心口 上气不接下气 想想这样的日子 就让人眼前一黑 行 我又笑着道 四千万 傅夫人跌坐在椅子上 你欺人太甚 有你这么坐地起家的吗 今天你就见到了 我过门了 可天天都是这样的日子 要早点习惯 你可想好了 我毫不在意的吹口哨 把打个石膏的腿 大摇大摆的放在桌子上 就四千万 多一分都没有 傅夫人无奈闭眼 我擦 四千万啊 再不要就不礼貌了 用有限的条件 赚无限的钱 成交 记得赞你一份赠与协议哦 合理赚钱 做遵纪手法好功名 十四 我向傅太太承诺 在三天内 保证离开傅眼川 那就意味着 我也要在三天内摆平苏情 与其等她来找我麻烦 不如我主动出击 我知道你喜欢傅眼川 我可以放手 但我有一个条件 苏情一听这话 眼睛都亮了 不就是钱吗 我多的是 好妈 都是不差钱的人 给你打个折 三千万 苏情撇撇嘴 不懈道 就这点 再给你加五百万 三天内消失在我眼前 姐 你别把我帅死 这样很容易让我爱上你 我麻溜滚 富婆姐姐贴贴 我小心翼翼 把支票放到包里 溃他一声 终于脱离苦海了 苏情抓住 我话语中的关键词 苦海 什么苦海 我故作慌乱的捂住嘴 没 没什么 苏情固执地挡住我的去路 非要我说清楚 我悄悄凑到他耳边 其实富衍川 他喜欢他的小助理 他就是拿我当挡箭牌 十五 苏情思索了一下 这个小助理的模样 当即震惊 啊 不可能 你们那天那么激烈 都是假的 是他迷惑你们的把戏 他喜欢的 另有其人啊 姐妹 啊 最重要的是他不太行 我亲眼看到 他在网上搜索治疗方法 啊 这么说他是为爱现身了 他一个人嘀咕 想不到 他这么要强的人 也会屈屈人下 姐妹 你很会抓重点 苏情看好戏的眼神 不要太明显 跟瓜田里的茶一样 我是把你当姐妹 才告诉你的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太可怕了 一辈子守活寡 做大家眼里的模范夫妻 太痛苦了 还好有你接替我的位置 姐妹 你真是活菩萨 苏情急了 等等 谁要接替你的位置 你不要的男人 那我也不要 别呀 你走了谁 当他的挡箭牌呀 我抱住他的胳膊 管家 管家 快拦住苏小姐 吓得苏情跟猪精了一样 拼命挣扎 这时 傅眼川出现在门口 他捂着屁股 神色有些奇怪 眼川哥哥 你怎么了 他倾咳一声 没 没事 他摸了摸脖子 一抹红印有些刺眼 这蚊子太会咬了 苏情的神色一言难尽 他疯了一样 冲到傅眼川面前 眼川哥哥 我们的联姻取消吧 为什么 傅眼川眼里 一抹金光一闪而过 他没想到 我能这么迅速解决 还不是因为你 我赶紧给他使眼色 给他做口型 别伤他自尊 狗急咬人 不能让傅眼川知道 我造了如此离谱的谣 不然我的五百万 肯定打水漂 苏情集中生智 因为 因为我一生放荡不羁 爱自由 苏情拉着他 立马就要去找 双方父母说清楚 姐妹 谢谢你 girls help girls 他低声感谢我 花三千五百万 听我编的八卦 是你应得的 16 我急忙收拾东西 傅眼川家的小狗 对着我不停地叫 感觉他骂得有点脏 好像在替傅眼川鸣不平 我露出一个变态的笑容 你也想给我送钱 狗狗刚要跑 就被我抓住 不一会儿 他脖子上的项圈 身上的衣服都被我扒了 连狗狗都穿LV 我极度啊 卖了 让他知道人心险恶 富家上下被我薅了个遍 赚了三分钱后 我就眉眉跑路了 看着周遭的一切 都像一场梦 梦醒后 空落落的心 只能靠金钱来填补 临走前 我把房产证 和那套首饰留下 人不能太贪心 留给他未来的倒霉妻子吧 我只能助我的财神爷 和他的白月光 百年好合 我这么仁义 就不能再找我麻烦了 如今我成了亿万富婆 我带着闺蜜 直飞普及倒 敬情玩乐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闺蜜抱着我 感激涕零 招招 我就知道你有发财的命 以后我就是你的腿不挂件了 好说好说啦 同行的 还有十个肩宽腰窄的小哥哥 我仗义的分闺蜜五个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一个喂吃 一个喂喝 一个捏脚 一个锤背 还有一个光剑变装 快活似神仙 谁懂啊 我在纵情玩乐 却不知道 富衍川此时 正觉第三尺地找我 十七 两个多月里 我带着闺蜜 环游了大半个世界 见识到了 之前没有见过的风景 生活回归平静 变得有些无聊 人一无聊 生活就容易不规律 也容易犯贱 我开始怀念 和同事在公卫盖心摸鱼 掌握全公司 八卦那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于是我决定找个班上 当全公司最低调的隐形富婆 从此工作 只是我用来解闷的途径 惹我不开心了 我就炒公司鱿鱼 抱着百烂的心态 面试第一家公司 我就成功了 不过一周 我就和同事打成一片 他们说 最近公司人事变动 新总裁下周就会上任 爱谁谁 和我有什么关系 结果他们说 我们这位新总裁 可是不简单 那野鱼的小表情 一看就是有瓜 听说新总裁 帅得跟男明星似的 就是那方面不太行 也不喜欢和女人近身 这描述 听得怎么有点熟悉 而且还有本事的 两位公子哥 为了新总裁大打出手 怎么这么劲爆 我喜欢 于是 新总裁上任那天 我就和同事摸鱼 去公司大厅蹲点 想看看这男狐狸精 长什么样子 结果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18 我和同事休息时间 坐在大厅沙发上 看着一堆人 给新总裁开刀 未见其人 先见其事 我敲摸给同事吐槽 新总裁好像是个麻袋 怎么说 贼能装备 我喝了口咖啡 此时总裁正好露面 我一口咖啡喷了出去 我一定是眼花了 怎么会是负眼川 我回想起那个离谱的谣言 他要是知道这是 最先从我嘴里传出去的 不得杀了我 完了 想命不保 现在离职还来得及吗 我的一番举动 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我连忙无脸 准备逃跑 被他一声呵斥住 站住 站你妈的住 我停了一秒 然后马不停蹄地逃 还是被他揪住了后衣领 暗昭昭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长时间吗 他阴侧侧的语气 听得我后背发凉 我心如死灰 欲哭无泪道 帅哥 你是谁啊 我之前脑子摔坏了 失去记忆了 负眼川露出死亡微笑 哦 是吗 失去记忆 那我帮你回忆回忆 接着我就跟小鸡子儿似的 被他拎到办公室 享受了全公司的注目里 十九 负眼川一笔一笔地算着我坑了钱 说是要以诈骗罪 把我扭送到橘子里忏悔 我一下子慌了 我没骗 他们是心甘情愿的 我还有自愿赠予协议呢 他冷笑一声 不装了 我跟犯错误的小学生似的 低头站在他办公桌前忏悔 现在整个圈子都在看我笑话 都相信了我是个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 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懂我懂 你什么都不懂 对对对 我不懂 每一句话都踩雷 我要被吓死了 负眼川恨不得把桌子拍烂 他咬牙切齿 恨不得吃我的肉和我的血 吓得我头都不敢抬 我怎么会知道 苏晴这个大嘴巴 告诉了他认识的所有人啊 苏晴 我不想任何一个姐妹被伤害 girls help girls ok 我小声嘟囔 每个人都笑了 你好厉害 等于做慈善 你说什么 我尴尬的笑笑 我说不是你让我一个周 搞定苏晴吗 我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你就说解决没解决吧 我破罐子破摔 负眼川 他沉沉的盯着我 你给我惹了这么大一个祸 准备怎么补偿我 我支支吾吾 半天想不出个结果 正好助理有急事敲门 趁他们商议的空档 我偷偷溜了出去 太可怕了 二十 我急忙办理离职 被以各种理由驳回 这公司是去不了了 我直接请假 反正这公司爱谁去谁去 结果没过两天 负眼川亲自给我打电话 让我滚回去打工赎罪 不然就用他的金牌律师团起诉我 吓得我连滚带爬去公司 只要不动我的钱袋子 他说什么我都答应 结果到了公司 人事就通知我 我被调到了总裁办当秘书 我 总觉得这决定 让人后背发凉 主管人事的大姐 千叮咛万嘱咐 这几天夹着尾巴做人 别惹总裁生气 我 怎么说 人事大姐 给我讲了这几天的奇葩遭遇 负眼川新上任 要招几个秘书 他对这件事看得重要 于是亲自参与面试 没想到来面试的 全是一米八王上的男姐妹 跟后宫选妃似的 那叫一个壮观 他们的目光 全程放在负眼川身上 一个劲儿的给他放电 负眼川一气之下 让他们都滚了 差点把办公室拆了 之后点名要我当秘书 现在同事们都以为 我和总裁是好闺蜜 我真的会泄 我忐忑地站在他办公室门口 总感觉我会竖着进去 横着出来 21 我刚要敲门 一阵风风火火的高跟鞋声音 从我身后响起 哎呦喂 儿媳妇 我可算找到你了 我猛逼地转过身 夫夫人带着一堆人冲过来 不知道的 以为他要去干假 他满脸堆笑地迎上来 从包里掏出一个 劳斯莱斯的车钥匙 儿媳妇 你上班那车 配不上你的身份 听妈的 开这辆 还有 你中的房子也太小了 搬去和眼川住吧 我给你配三个保姆 当即最新款的包包鞋子 我都置办好了 周围同事窃窃私语 看我的眼神 都有种敬畏感 夫夫人 你认错人了吧 之前对我那么厌恶 怎么突然转性了 大把大把给我送钱啊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啊 我儿媳妇 我怎么会认错 你就抽妈大嘴巴子 我 不是 他受什么刺激了 眼川说了他非你不娶 否则就去和王夫人的儿子 走国外领结婚证 说着他都要哭了 傅眼川真有你的呀 为了报复我 不择手段 我持续发猛 这时办公室门打开 22 傅眼川缓缓走到我身边 我低声问 这是怎么回事啊 在陪你演戏吗 说好了 我很贵的 人总不可能为了面子 连钱都不要吧 傅眼川被气笑了 你脑子里除了钱 还有别的吗 你 我脱口而出 他眼里的惊喜一闪而过 不是 我的意思是你是财神也 你就是钱的代名词 拥有你就等于拥有了钱 你想拥有我 我同意了 我 我想了想 你给我惹了这么大的火 不如就把自己赔给我吧 他牵住我的手 我心跳得巨快 他温柔地揉揉我的头 按招招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我直接呆住了 低声道 这生意赔本 我不做 怎么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心跳频率出卖了自己 他对我的吸引力 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你喜欢钱 我除了钱一无所有 等于你喜欢我 不是 他怎么还带自我攻略的 等量带换 算是让他玩明白了 我出全部身家 邀你共赴一场余生的爱恋 答应吗 这么豪爽吗 下辈子我都花不完吧 这样看来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人何才我都要 全文完